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仁千 最近的露娜 嬴政不知火舞 三位法系英雄 在体验服务一改再改 目前来看 削弱应该是大势所趋 只是数值拿捏的多少 需要调整 这不 5月12号体验服更新 这三兄妹 依然榜上有名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露娜 露娜本次已经是体验服 第三次调整了 4月底 对于大招蓝号下调 至今未变 应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改动了 那本次调整 依然修改了露娜二技能的护盾数值 由原先的基础500点护盾 下调至基础400点 等级收益下调了每级30点 AP收益未变 那相较正式服 护盾的改动在初期尤为明显 但一级的护盾下调100点 对露娜的轻野效率及损耗影响不大 何属此言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虽然护盾在体验服被减少了 但是护盾的持续时间和输出量没有变化 咱们在清第一个蓝buff的时候会发现 无论你护盾是多少 护盾的持续时间也只能顶住 buff怪的两次攻击 当蓝buff攻击第三下抬手时 露娜的护盾就会消失 因此经我测试 在体验服削弱护盾量 露娜的二技能依然可以完美抵挡住 buff的两次攻击 在轻野效率上 体验服与正式服同样没有差距 那这么一看 喜欢玩露娜的小伙伴是不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只要敌人没有入侵野区 本次削弱对你初期的发育效率 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当然了遇到对面云中军冬皇冲过来 那可就另当别论了 聊完路呢 咱们再来看看银正的改动内容吧 普攻伤害又又又被改了 本次修改还挺直接 只有普攻的基础伤害砍了40点 等级成长 AD收益 AP收益都未变 那经过测试 修改后的银正 依然需要A版6下 才能清完第一波兵线 与上次测试的数值基本相同 看来策划是针对性的 延缓银正的支援节奏 而且调整幅度也仅针对银正初期兑现 对于银正中后期的炮台输出能力 几乎没有影响 那换句话说啊 银正依旧是 心要王者分段的上分利器 倘若你现在是个银正绝活玩家 大可不必担心会被一刀砍废 那本次调整啊 还回调了之前砍掉的普攻 等级成长收益 老银正就偷着乐吧 再来看看最后一位不知火舞 那本次调整啊 保留了之前对于被动回能量的新设定 在此基础上下调了二技能的能量消耗 由之前的40点下调至30点 擅自命中敌人的能量回复啊 也由原先的25点调整至10点 二技能的CD调整为固定三秒 从改动结果上来看 下调了不知火舞二技能能量消耗 降低了二技能冷却缩减 单从这两项改动分析 不知火舞又迎来了一波十世纪加强 那二技能作为不知火舞的出门必学招式 前中期降低一秒CD 而技能伤害未变 能让他对线压制力上大幅提高 那例如啊 小乔王当军等常规法师 丢完第一个技能给兵线后 只能面临不知火舞的月线前压 那虽然此次改动啊 也会略微降低二技能中后期的输出频率 但前中期能够建立优势的不知火舞啊 打到中后期见到脆皮一套秒 用二技能0.9秒的CD换取对线优势 这波角以不知火舞稳赚不亏 你们觉得呢 好了 那本次关于体验服的更新内容就播不到转了 你认为还有哪些法师过于弱势 急需增强吗 留言告诉我吧 我是张仙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不见不散